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京说澳湖战争关于俄斯的传亡 俄斯总统普京3月14日在谈及澳湖战争时说 重新沃兰的战争有关俄斯国家传亡 在乌军说俄斯军队持续进逼乌冬之制 普京视察了一间工厂并对工人发表讲话 俄卫网14日引述他的话 他说对西方对手而言 这是关于改善地缘政治的状态 但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是一场为人民以及为俄罗斯国家地位的保存 而进行的战斗 普京说必须表现出社会的团结 和全身深的投入 对手会看到这一点 而特别的军事行动就会取得胜利 印度要求手机的厂商 允许卸载而接的硬件 路透社3月14日引述两名消息人士 以及一份政府文件说 印度计划退出一项新的安全法规 强制要求智能手机的厂商 允许用户卸载 已经预先装置在其中的应用硬件 APP 一名印度官员说 图载的APP可能是一个保安的弱点 我们希望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外国都不会利用它 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说 此举可能导致智能手机厂商 在印度发布生产版的日期然后 苹果、三星和小米等手机厂商 在预设APP方面会因此面临损失 两位知识人士说 根据新的法规 手机厂商将必须提供卸载的选项 新的机营将由印度标准局授权的实验室进行合规的检查 印度政府还将考虑强制要求对每一次重大操作系统更新进行西约查 然后再向消费者推出 文件还显示三星、苹果和中国的几间 智能手机厂商的代表 都出席了这次闭门的会议 内文还补充说 新规生效之后 手机制造商有一年的时间来遵守 但具体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荷兰刺死华人店主的少年 将出庭受审 今年一月份 因为刺死荷兰海牙一家薯条店的华人老板 而被捕的三名少年 将在4月20日首次出订 公诉机关报告说 在此之前 他们一直被关压在监力中 这三名少年 涉嫌过失杀人和公共襲击罪 由于嫌人的年龄 这是一场封闭的审讯 海牙法院还没有实质处理这件案件 这件事件发生在当天晚上九点钟左右 随后警方逮捕了三名未成年的嫌疑人 是两名十五岁的少女 和一名十七岁的少年 他们刀刺受害人 将受害人刺死 还涉嫌对受害人及其妻子拳打脚踢 荷兰法医研究所设立刀具的数据库 荷兰法医研究所已经启动了一个刀具的数据库 以更好调查各种刀刺事件 原因是荷兰年轻人持刀具的暴力事件增加 在现在海牙法医研究所的轨统里面 有几百把刀正在接受具体特征的检查 在刀刺事件发生之后 法医研究所就可以说出可能使用了哪些类型的刀具 这样的数据库已经存在于枪支武器中 但现在也可以用于刀具 根据法医研究所与警方的说法 这是必要的 因为目前荷兰的年轻人当中 发生了很多刀刺事件 根据荷兰新闻通讯社的一份证单 仅仅是去年一年 就有至少70%涉及未成年人的刀刺事件 而警方并没有确切的数字 但表示近年来持刀商人的案件 数量大幅增加 这个逆适用于口袋里面有刀 但还没有使用的未成年人被捕的数量 2019年有33单 去年有355单 法医研究所的微观物品研究员宋恩说 我们希望对街上流通的刀具类型 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因为我们迟早会看到 这些刀具会投入使用 自去年以来 法医研究所一直在拍摄荷兰东部警方矫和的所有刀具 到目前为止 大约有900把 而一些刀具正在接受更加详细的检查 法医研究所检查金属成份 而每把刀和涂层都不同 宋恩说 当有人被刺伤的时候 非常小的金属微粒和油漆的碎片 通常会留在体内 每种刀具都会留下自己的痕迹 现在我们可以将它和我们数据库中的刀具进行比较 通过这种方式 法医研究所可以检查 可能使用了哪种特定的刺伤武器 然后 警方就可以继续调查少使者 一些荷兰的清少联邦派团伙 携带特定的刀具 这些刀具可能有 亦可能没有 刺激的颜色或标志 荷兰法医研究所的藏品 现在包括各种的蓝薄刀 据警方说 这是一种大型鸽子状刺伤的武器 在敌对的青少联邦火中 很受欢迎 还有银行卡形式的可截斗的刀具 以及斩刀和菜刀等等 荷兰法医研究所 仍然在研究 是否有必要对 来自荷兰其他地区的刀具进行调查 欧盟不想过多依赖中国 但并非脱欧 法国媒体3月14日 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在受访时说 希望欧洲避免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 但并非完全脱欧 他说 欧盟只求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以及欧洲的公司在中国有公平的准入 他在受访时强调 欧盟只是努力确保期 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降到最低的程度 不想在争执中选边站 他说 对欧盟来说 减少风险是重要的 但不是跟中国脱欧 欧盟因为不想在 好似重要的原材料供应上 有过度的依赖 因此 进行多元化的采购 以及跟志同道合的伙伴 加强供应链的联系 而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 3月7日在上任之后首次公看良尚 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 他被问到中方是否计划 加强和欧盟的政治和商贸关系 秦刚表示 中欧的关系不针对不依附 亦不受制于第三方 中方 始终是欧盟为全面的战略伙伴 中国的驻英大使馆 批评英国政府新外交政策评估报告 针对英国政府星期一 发布更新版的安全防务 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 将中国定位为或时代的挑战 指责中国的外交政策 并且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 批评中国 中国驻英国使馆的发言人回应说 有关报告是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 中方表达强烈的不满 据中国驻英国使馆的官网 星期一发布的新闻稿 中国使馆的发言人说 英方的有关报告 渴染所谓中国的挑战 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捷克众议院的大型代表团 将访问台湾 捷克众议院的议长 艾达莫华将在本月底 率领历来最大的代表团 访问台湾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 捷克众议院的议长 艾达莫华今年的3月下旬 将率领大型商务代表团访台 捷克的台湾商会 3月14日说 代表团将有超过100人 是捷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访台团体 捷克工业联合会主席 哈纳克 和捷克台湾商会会长迪维斯 将一同参与 参团的企业代表 来自纳米技术 电动汽车 半导体 医疗保健创新 人工智能 循环经济 智慧城市 ICT 和能源领域等等 台湾加紧研发武器 台湾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 星期二首度展示研发中的三款攻击型无人机 包括被视为台版弹簧刀的巡导弹无人机 台中科院航空所所长齐立平说 这一款无人机 类似可以飞行的大型手榴弹 台中科院星期二 在台中院区举办 台湾军用军规无人机发展和应用的记者会 公开展示已经量产的4款无人机 以及研发测试中的1个5款6型无人机 有台版大王都知称的 巡导弹无人机可以飞行10公里 制空的时间可以超过15分钟 而且可以攜带高爆的弹头 台中科院航空所所长齐立平指出 巡导弹无人机 属于单兵攜行 类似可以飞行的大型手榴弹 齐立平说 如果要到海截击或者是袭击敌人 可能会有困难 但至少近按攻击是有用的 目前 亦着眼于发展下一代的巡导弹无人机 比较大型的研制当中 可以提供给军方远距离打击之用 中国明天开始调整外国人富华签证 和入境政策 中国外交部领事师3月14日发布通告 15日开始恢复审批外国人国内富华签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希望各方和中方一起为中外人员的往来创造有利的条件 中方在回答有舆论质疑中国此举是出于政治原因的时候 说中方将继续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 因时因势为中外人员安全健康有罪的往来 做出更好的安排 汪文斌又介绍说 前一段时间 政府在部分国家试点恢复中国公民出境团队旅游 总体实施的情况良好 近期 中国的疫情保持平稳的态势 民众出境旅游的需求上升 多国盼望中国游客的到访 为此中方决定 从3月15日开始 扩大开放公民出境团队游国家试点的范围 为出境旅游进一步创造有利的条件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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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